太迪第一次能自己顺产吗 孙嘉诚 职业手医师 可能能 也可能不能 首先 太迪这种狗狗能否顺产 跟第几次生产没有任何关系 能否顺产我们需要看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胎儿的大小和产造直径 如果胎儿的大小远远大于产造直径 那么无论是避多少胎儿都一定是难产 第二就是胎胃 对于大部分胎胃不振的幼犬来说 出生过程也是比较艰难的 难产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第三就是母狗的子宫收缩力度 其实对于狗狗来说 生孩子这件事情还是挺消耗体力的 如果体力透支 子宫肌肉无法再收缩 那么即便是满足了上面两个条件 也很难产 所以说 在家里的母狗太敌怀孕时 我们就一定要为生产这一天做好万全的准备 定期带母狗去医院检查胎胃 胎儿大小等问题 这些前提的意义就在 如果提前发现问题 那么不要犹豫 在生产的时候直接抛腹肠就可以了 以免我们真的要到狗狗要生的时候 纠结不清 后产的信念 优优独播剧场 quoi? 像我们ным Como